咱们昨天说这个东部战士 金国输得也很惨啊 完颜亮真是全线受挫 是吧 貌似也没法更惨了吧 已经全军覆灭了 那还有什么比这更惨的呢 比起完颜亮后院出的事 那更惨 东部战士的局面 还是比较容易被接收的 因为北面咱们说了 那就是他的后院 金国大门营的北面 而出的事是什么 造反 并且造反成功了 这事是怎么发生的呢 这得从最北边说起 完颜亮这一次举国出兵 那可是人人有份啊 不是说就是只有他完颜亮这一组有份 除了女真人之外 什么新叶契丹呢 等等少数民族呢也都在内 这些本来就已经很苦的 这个亡国人呢 被逼着走上战场 那当苦难感死亡感 堆积到一定程度之后 那反抗自然的就就出来了呗 契丹人最先行动 辽国的移民们呢 在贤平府起了意 就是今天辽宁开远啊 攻向了金国五经当中的 东京就是今天的辽宁辽养 之后攻克了辽国的故都林皇府 今天内蒙古巴林左旗 这让基数庞大的契丹人啊 心气大增 也让金国变得严肃认真起来了 事情到了这地步啊 还没什么 金国实力庞大的 无视一切反抗的地步 派个人去镇压不就得了吗 可是千不该万不该啊 不该派这个人去 这人谁啊 东京留守 完颜庸 完颜庸 女真名叫乌鲁 他是金太祖 完颜阿古达的孙子 在金西宗时代呢 受分为葛王 他和完颜庸啊 是同一个祖父 在全国这个贵族大清洗当中呢 完颜庸是得以幸免 还能镇守一方了 看来着实很幸福吧 可事实却不是那么回事 他一直生活在危险当中 完颜庸没杀他 也没优待他 而是发配他呢 去边远地区中景 就是今天内蒙古凝城的 站岗反省去了 完颜庸也知道 这个东西啊 叫危险临头 到任之后 恨不得每时每刻 都给祖兄啊 送上奇珍一宝 以讨欢心 哎这很有效 时间不长 完颜庸被感动了啊 派人家来下了一道命令 来啊 那个令完颜庸的夫人 乌林达氏进京吧 完颜庸一听这消息蒙了 全世界都知道 这个完颜庸 他是个色中的恶鬼啊 他的妻子 乌林达氏 那叫个美若天仙呢 这进京了 只能有一个后果啊 可是不去能行吗 百分之百 全家抄斩啊 要说乌林达氏 也是女众豪杰 非常的镇定 跟着使者就走了 在临近京城的时候 哎 找机会上吊自杀了 你看 多坚真的妻子 多痛苦的丈夫啊 可是据说最难受的是谁啊 还不是完颜庸 最难受的是完颜庸 哎呀 这么个大美人 尽在咫尺 怎么说死就死了呢 哎呀 这个心里这个难受近的 你这个完颜庸啊 真的是啊 我没这个美人 我没得着我就难受 我难受怎么办 我就报复 哎 完颜庸明白这个道理 可是完颜庸有点小尴尬 毕竟呢 这玩意叫强奸未遂 是吧 逼死对方 再杀人老公 这玩意这话有点说不过去 得了 那先留你条小命吧 那就把你发配 发配打压完颜庸 哎 暂时留这条小命算了 得了 就这么着完颜庸 开始了漫长的北方 巡游战岗的事情 那被迫从一个城啊 迁到另一个城 一步步的就向遥远的 更北方迁徙 其他人起义的时候啊 他正在事发的附近 就是在今天辽宁 疗养就是他们所谓动静啊 那既然他赶上了 而且完颜庸正在 伟大的南征当中 那么剿匪的任务 自然就落他脑袋上了 这也本来也没什么啊 呃 相反的会在一定意义上 削弱完颜庸的实力 毕竟的剿匪也是要死人的嘛 死的都是完颜庸的人 何况完颜庸早就在他身边 安插了两个眼线 一个是完颜庸的老丈 高存福 一个呢是心腹李利彦龙 确保完颜庸一举一动 都在控制之中 可是偏偏就在这个时候 从前线败下来很多的金军 有些呢是完颜庸以前的亲信 他们都找上门来了 哎 这样让完颜庸啊 既凭空多出了数量庞大的军队 还知道了近期发生的情况 什么情况啊 完颜庸啊 临行前又杀了一批人 除了所剩不多的 金国皇室之外的 北宋被掳的皇室也全杀了 辽国剩余的皇族也全给宰了 没有任何迹象表明 一定不会杀他完颜庸 你说这事弄不了弄不了 各种仇恨 各种危险 夹着这么一块都是完颜庸决定 咱们得了 反吧 他这么做 从表面上看是迫不得已 不想安乐死罢了 但是往身里这么一想 你就会发现 他是必然成功啊 而且会非常轻松啊 完颜庸是以谋反德国 一直呢都在防着别人 有样血样 他杀了那么多皇室人员 南征的时候带走了 全国绝大多数的军力 都是为了保证后院不乱 可这也决定了 除非不乱 只要有人敢乱 那立即就会不可收拾 因为他空虚啊 空虚到极点的经国内部 除了对完颜庸的刻骨仇恨之外 什么都不伤了 完颜庸用刚刚得到的兵力 迅速的杀光了身边的监视者 杀没了之后呢 第一时间称了地了 这个消息像一火星子 是烙进火药桶里似的 这经国一下子 噗噗就炸了 报复赶紧报复 完颜庸这个色鬼屠夫 狂人战争犯的 金国人早就恨他恨的 压根痒了 哎 完颜庸成功了 完颜庸称地的消息传到前线 正值瓜州渡口前 造脚林大战结束 金军向采石金一线运动 完颜庸听了这消息 震惊之余 保持了足够的清醒 下了两条命令 第一 严格封锁消息不许扩散 绝不能让南征的士兵们知道 后边已经有人造了反 称了地了 第二 谨慎估算这次造反的能量 他要算清楚完颜庸的破坏指数 以便决定是立即起兵 回国平叛 还是继续进攻难送 历史证明 直到这一刻 完颜庸和他的幕僚们 仍然没有正视完颜庸 或许在他们的眼里 完颜庸是个胆小如鼠的公子哥 理由是什么 这人在今西宗时期 授封王爵啊 无所事事毫无建树 在完颜庸时期贪生怕死 老婆被逼死了都没什么反应 你这样的人何惧之有啊 所以他们的分析结果是 先不理国内 反正是个陷阱 如果回兵的话 无论是全军兜撤 还是留些人继续保持攻势 都会造成一个结果 就是军队的解体 完颜庸上位以来 纯粹是以威压人 以杀负重 没有半点的恩德 如果不能保持这个势头 稍有颓败的话 比如这次亲征 没有实质性的胜利 立即就会全民皆敌 何况完颜庸手里 握着军队的家属 这是无解的撒手锏 再精锐的军队遇上 那也得低头 不能后退 那怎么办 只能往前走了 他想到了一个光明的前景 如果说我强行的 我快速的渡江 我征服了南宋 完成之前历代 金国皇帝都没能完成的伟业 那那个时候我全军回城 局面会怎样呢 小小完颜庸 不过界险之患 举手之劳尔 做上述决定的时候 完俩忽略了两个问题 第一 长江 是你想的是没错 如果真的能快速渡江 平定江南 人上或许真的能 以翠枯拉朽之势 以灭国之威 回城平叛 高定一切 可问题话说回来 你怎么知道你一定能过江啊 你过不了怎么办 或者过江缓慢怎么办 那时候国内的完颜庸 已经养成气势 南北皆敌 他可怎么办 更不用说个 万一失败会怎么如何了 再就是 第二问题了 完颜庸 这个人呢 一直处在被低估的状态 他到底是怎么样一个人 以后会有几十年的时光来验证 那真是非同凡响 其实就算是在现在 他的身上也充满了亮点 只是别人的视角有问题 没有发现罢了 就比如说咱们上面这说的 这个蔑视 他的两个理由啊 完颜庸比完颜庸 还要小一岁 年纪轻轻 兽封王爵 并不是谁都能做到的 这无论如何不是劣迹吧 至于说胆小怕事 女人人不缺少的就是胆破 一个个不是被金五珠砍了 就是被完颜庸砍了 只能说明 他们都是些政治小白 一点厚黑低尿的 这个潜质都没有 活下去才是 政治家的第一要素嘛 完颜庸下定决心 先南后北 拿下江南之后 再雷霆万军般回国分大小 这就要求他一定得快 而且得稳 于是他想到了最近发生的 最成功的例子 就是曹滨渡长江那回 那次也是发生在采石机啊 那么他也去呗 重温一下地形 采石机位于现在安徽省 马甘山市西南五公里处的 长江南岸 看记载他和岳阳城灵机 南京燕子机 合称长江三机 号称叫峭壁千巡 是通雾江流有千古一秀之美誉 很美是不是 看那些个旅游手册的介绍 根本无法了解那地方长什么模样 首先它是一座山 叫翠罗 这个山从江边突入江水 临水这面是一块 131米高的峭壁 这一块就叫采石机 听到这些大伙会问了 那数据显示真的是 很艰难很难爬呀 是不是啊 那为什么长江那么宽 一定要跑到这来登陆呢 哎 问完颜亮 他就会说曹滨就这么干的呀 你问曹滨 曹滨会说 这个科技的力量是无穷的 当年那条梦幻的 很夸长江两岸的浮桥 必须架在这附近 这让凡是水测出来那条浅沟 它就在这片呢 以浮桥渡江 省掉多少战船呢 让当年南唐强大的水势 完全成了摆设 这多么神奇的设计 那么回我头来再问完颜亮 请问那条水道在哪 你知道吗 造浮桥的巨大物资 你有吗 回答完颜亮是俩眼一抹黑 什么都没有 那么水军的船呢 这总该有吧 完颜沉没了船 我真有 可都在海面上了 这东道水师 他不是早被礼保卫生 给烧干净了吗 他有的只是数量不多的 小型战船而已 要用这些 把数量庞大到几十万的 这个军队都给运过江去 这任务你说 你能文文妥妥的完成 谁信的 多艰巨啊 而他还把艰巨任务 程度这提高到了什么程度啊 提高到了这个天险采石机上 你说这人的脑子 到底是个什么型号的脑子 不管怎么说吧 在北岸已经有了 完整的思路和装备 现在呢 回事就看看南岸去 江南也在紧锣密鼓的行动着 先是换人 刘琦病重了 无力支撑了 由成敏替换 王权独职了 换李显忠出战 而整个江房重任 落在一位书命院高官的手里 这个人叫叶毅温 叶毅温火速赶到了镇江 就是今天江苏镇江 在那里成立了临时指挥所 下达的低调命令 是征集尽可能多的民夫 去江边做防务去 让民夫啊 绝杀成沟 中间栽上树枝 充当荆棘 准备用这些抵挡金军 冲上瘫头阵地 这些人一边干活一边聊天 你说咱们这个叶书命 这想法真那么高明啊 这些公事啊 干的就是快 白天干完了 叶里就涨潮 沙子挖成钩 树枝垒成的路障 一冲就垮了 但是没关系 咱明天再干嘛 对不对 你说这叶毅温什么货色 叶毅温就这货色 所以你这是江南的命运 你可想而知吗 两相对比 南宋这边的脑子更傻 在南北对比 大脑容量的比赛当中 有一个看似局中人 却一点都不重要的角色 正快速的赶往财石机一线 余温温 植物是中枢舍人间参谋军事 干的活在近几年来 看来就是个跑腿的 比如说出长差 到经国当使者出短差 像这次到五湖催离险中 走快点 到前线来交接军权 之后顺道一起去财石机 巡视靠军 这样的差事 再加上他的年龄啊 余温温今年的已经五十亿了 你就可以知道 他这官图实在是不怎么顺畅 这是肯定的 在秦桧当政的时候 能官运亨通的 都是些乌龟王八蛋 余温温不招人心欢啊 对不对 南宋经国一样都烦他 首先的相貌堂堂啊 身高六尺四寸 相当于现在两米多 这实在是太不低调了 你别说宋朝这边了 你就连女真人见了 心里都觉得烦的话 咱比我还高啊 比我们鸡马都高啊 出世经国时候 有一次在宴会上 女真人拿出这个弓箭来啊 笑笑说来来来来 给我人来 给我射一件看看 明显是想看南宋文人的乐子 你不个儿高吗 你不显着壮吗 你给我射一件 我看看 长得高怎么样 文弱的废物 去不料呢 岳文接过弓来 搭建就设郑重拔心 坏了一大堆 女真贵族的好心情啊 之后岳文在北方看来看去 回到江南后 额外报告 说金国必将在近期发动战争 那边啊都准备好了 这一句话 把南宋这边的贵人们 好心情也给坏了 你你是个什么官 你回来告诉我们要打仗了 放屁 谁说要打仗了 岳文注定了 就只能当个跑腿的小官 尤其是在战争爆发的时候 他只能在前线跑来跑去 但这看上去很跑 很炮灰很惨吧 但是岳文干得很来劲 像以往一样 他总能趁机啊 做些让某些人难受的 自己快活的事 这回也不例外 跑着跑着 岳文就跑偏了 按程序呢 他应该先去 乌湖接离险忠 这一次跑遍都有多重要 因为在最前线的某些人 和他一样 都没按规矩出牌 谁啊 王全 这个至今只知道 一路撤退 从淮南一直撤的江北 一战都没打过的逃跑将军 没等离险忠到位 又开始跑了 这时候彩石金一线 处于全力真空状态 兵有 没有将 没人负责 江南最危险地段的 江防官兵 跟那个放风的囚犯似的 哎呀 三个一群五个一堆 就坐在那啊 懒散随意拖他无责任 于文在彩石基 见到的就是这一幕 官兵三三两两 坐在道边上 马肝子铠甲 扔的满地都是 这哪是兵啊 这是从北边逃过来难民吧 这是 也就是完颜亮 没有望远镜 不然完颜亮 马上渡江 保存成功啊 意识到这些 于文那刻 让当政者厌烦的心 再次蠢蠢于动了 于文决定想干点什么 冷静客观的分析的话 支持他做出这些举动的 全部及时 当然是贯穿了 他一生强烈的爱国忧国之志 可真要实施起来的话 他知道一切都是 因为他钻了一小空子 蔡石基一线 没有军方的统一指挥长官 于文以靠施前线的文官身份 召集将领开会 外边这区一路指之败退的 散兵游泳 任何一个有逻辑思维的人 都不会对他们抱以什么厚望 可是于文能依靠的只有他们 怎么办呢 先动之以轻 于文用他个人认为啊 最重要的方式 试着和这帮大兵沟通了一下 发觉中军爱国的思想 在岳飞死后二十年呢 还有些失常 这帮军人激动了些 可还不够热情 那先动之以轻 接着就小之以利了嘛 对不对 于文抛出了自己的权限 说我呢 就是来靠尸的 也是带着各种好东西来前线 来慰问咱们这些指弹员的 这些好东西包括什么 有钱的 有不疲 有伪认状 把这些东西哗啦啦都搬出来了 告诉军人们 只要你们立了功 这些东西 全是你们的 军人们一看 啊 委任状 钱 一下子就冲了天了 全都着了火了 哎 请战 我上前下 我杀敌下 我都回了 我得领钱 我得 这玩意叫什么 对正下摇 松朝的军人呢 是中国历史里的特例 除了岳飞等极少数个例之外 什么荣誉国家民族 他们心底深处不变的操守 这没错 可是要论到怎么激发斗志 钱永远是最重要的 没有质疑 这帮人能在战场短暂的间歇里边 提着敌人的手机 找长官 邀功要钱 邀请要关 哪怕因此被反攻 战败了 再所不惜 就这样 爱咋咋的 这就是当时的兵 于是在这一天 岳文成功的把他们刺激到了 在一片欢腾热烈的气氛当中 岳文想着 我这下一步 我得干点什么 这时候有人悄悄走到他身边 说你啊 你是来靠军的 你又不是来督战的 你这么你这么搞下去 你跃全了吧 万一战败了 你脑袋可没了 岳文想了想回答他什么 危机设计 五江安逼 这把字跟冰冷的血水似的 静静的沉浮在周围的一片 被物质 被富贵所激起的火海之中 就到这时候了 岳文仍然是不合时宜的 哪怕只有他才是真正做对了的那个人 反正不管怎么样吧 岳文像闪电一样 迅速的把尽可能多的战斗力团结在了一起 为同一个目标战斗 他成了采石机前线的最高长官 他清点了一下人数 此时共有军力一万八千人 他命令 全军于江边列阵 形成防御阵型 派五只大船出港 其中两只沿江边游异 一只呢在江心待战 剩下两只藏在江畔小巷里边 刺激而动 以上就是岳文为这次决战所做的所有的布置 这无论如何都显得单薄而仓促 尤其是南宋自已立国的江防水军 居然只有五艘战船 当然不止这些了 采石机周边是重点防御地段 有建制庞大的水军力量 这个姓韩姓蔡两个将军的统领 可人家就是不出战 你能奈什么河 就算动之以立都不成 还怎么样 毕竟岳文没有军职 没有任命 没法真正砍了他们 这就是单薄的原因 那么至于为什么这么仓促 是因为江北 蜿蜒亮站在刀刃上了 没有谁比他更着急 岳文刚到前线那边就开始渡江作战了 运气再一次抛弃了蜿蜒亮 蜿蜒亮杀马几天 按传统习惯战争会在第二天进行 可就在这时候 余韩文到了 当天余韩文隔着宽阔的江面 看到北岸上面筑起了高台 台下有秀奇招展 台上的金国皇帝手里挥着一面小红旗 之后一大片金国水军船之士 冲向了南岸 那么这一战究竟是谁胜 谁负呢 于之后事如何 切听 下回 分解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